我覺得我們是做傳播工作的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 有價值的資訊跟知識 讓更多人能夠理解 那是一個我們的mission 把它做得大家都看得懂 那個對我來講是太棒的一件事 是我選擇做傳播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會被我們採訪的人 都是競爭之後活下來的 而且很傑出的人 那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我對於競爭產生的結果 是最敏感的 我常常就是會這樣反省 我要怎麼樣的人生 我如果某些個性我不調整 我是不可能有精彩的人生的 所以每一個禮拜在寫專欄 其實寫給讀者看 其實也是寫給自己看 觀眾朋友好 我是商周集團執行長王文靜 我在TVBS看板人物 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 我說故事 在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當中 誰是我最好的老師 那就是大自然 我從大自然當中的長頸路 彈花 學到了非常多精彩的故事 這期的節目 我們就一塊來聽聽這些道理 讓觀眾知道你兄弟姐妹多少 我有三個妹妹 一個弟弟 就是台語叫做四腳一斗面 我媽媽就一直要等著桌面 就是那個兒子出來 所以生了一個女兒 再生了一個女兒 還是沒有 再生了一個女兒 再生女兒 終於四隻腳齊了 那個桌面就來了 所以我們家從小就是很 七腳幾斗面 就是很熱鬧的狀況 所以後來發現說 如果有朋友我就會持續 所以後來我的運動的持續 是找了一堆半 就是我們看到 就是那天拍的時候 好像聽說記得是清晨四點半 五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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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太陽太大 所以我們夏天的時候 就會五點半開始運動 然後大概運動一個小時 運動完了之後 可能就相約去誰家誰家吃飯 什麼的 因為人生 你工作 生活 朋友 人生是很精彩的 你運動之後 人的體力就會變成很好 所以我說以前 我累我就睡覺 我就吃東西 後來我發現 我早上開始運動了 整個人的精神狀態 變得非常好 然後我的氣喘的問題也解決了 然後再來我覺得說 我不單要讓自己精神好 運動能讓我精神好 可以讓我體態 不要繼續這樣放縱自己 然後所以我中午 基本上沒有應酬 我就是香蕉跟茶葉袋 我是一個非常愛吃的人 我是一個非常愛吃便當的人 很多人覺得便當不好吃 我都覺得說真好吃 我就是喜歡吃米飯跟吃便當 但是當我念頭一轉了之後 我覺得我還是要吃美食 可是我不要浪費我的脂肪 是消耗在這種便當上面 所以便當的那個熱量 我就把它替代成香蕉跟茶葉袋 一開始前面比較痛苦一點 後來習慣了現在就這樣 一開始肚子會餓 大概三點肚子就會餓 後來現在也都習慣 都不覺得 像我昨天早上只喝一杯豆漿 中午吃茶葉袋跟香蕉 就這樣就過日子 所以我想讓觀眾朋友知道說 當你很有決心 然後開始把它變成一個執行力的時候 我在你剛剛的分享裡面 我發現你的執行力還包括 你自己會關照到很多細節 所以你才能夠用一些細節的方式 去關照到那個弱點 不會讓自己半途而非 在運動這個部分 是 因為運動的部分 我以前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 就起來個兩天就算了 起來兩天就算了 或者有人說游泳很好 那我也去游泳過 那說什麼太極不錯 我也打太極 瑜伽不錯我也去跳過 你真的全部都試過 我全部都試過 你可以再出一本書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後來譬如想打太極 我忘了是太極還是什麼 反正就很慢的那個 我後來發現我個性太極了 這種很慢的我受不了 那瑜伽也是太慢了 然後運動 我就早上走路還不錯 因為我喜歡大自然 那所以我就有氧 有氧的運動搭配健身 健身是做核心肌群的重力訓練 那健身完了之後 你看我早上也是一早 就是要去做健身 做健身完了之後 還要再做一點有氧 以前我的教練就跟我講說 那你的有氧用踩腳阿策的方式 我後來發現說 他每次叫我有氧踩腳阿策 我都想逃掉 一定有問題 我要找出這個問題 因為有氧非常重要 後來發現說 我這個人屁股是尖的 我坐不住 所以我不能夠 後來發現說跑步機可以 所以一樣的有氧 踩腳阿策我不行 但是只要在跑步機上 我就可以了 我就好開心 我就找到方法 反正你就是要解決 你解決的時候你就去想 這條路不通 就有沒有第二條 有沒有第三條 有沒有第四條 像健身也是 所以這是分析之後的一種組織力 然後才能變成執行力的動力就對了 必須自己很仔細的去分析 我不能 我不願 或是我不習慣 那到底問題的落點在哪裡 我基本上我只要想做的事情 我絕對不會讓他半途而廢 我只是要花多少時間能夠 所以我一定會找出方法 讓我自己能夠做 像運動是我的罩門 我從小就不喜歡運動 所以我現在就算去健身房 對我來講都是肚日如年 我基本上每做一個運動 我都會看一下 怎麼還那麼久 我都一直處在那個狀況 可是已經持續多久了 我健身大概快兩年了吧 但我基本上我沒有請過假 我就算出國我一定會去補 譬如說 你還會去補你的健身時數 我會補課 因為我們難免還是要出國 是 你就把它補起來 你不要讓自己 你要做那件事情 你不要讓NO 讓你的腦袋當中盤踞 你要讓YES 住在你的腦袋當中 所以 但是我們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常常那個NO就會跑出來 NO就會跑出來 你為什麼要讓他一直在操縱你的腦袋呢 他一直在操縱你的腦袋的時候 你人生不會好過的 那你就知道這件事情 你就一直學習著 當他跑出來的時候 你就把他壓下去 然後學習跟他相處 久了之後他就慢慢慢慢知道說 他不可能再去控制你的腦袋了 所以在那一瞬 你是怎麼樣克服被窩裡面 那麼溫暖跟舒服 然後在四五點的時候 一鼓作氣 即使下雨 我看你的書裡面寫 你穿著雨衣 出了門你才高興你自己 終於從被窩起來 你基本上就是那個很關鍵的一面 很難練習習慣了之後 他還是會來 但是他感得輕鬆了 所以現在只要他 又來糾結我的時候 反正我就做起來 我一旦做起來就好了 能讓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蕊 專程對台灣讀者打招呼 這大概只有商業週刊 執行長王文靜辦得到 我記得那天早上 我都還記得大概十點多的時候 我的秘書打電話給我說 希拉蕊接受我們的訪問了 我說真的嗎 我說什麼時候 他說明天晚上 他就說明天 我突然 我就有點三字經想冒出來說 他以為我住在他隔壁 急如新火還是隔著太平洋 但王文靜一聲令下 商周團隊反覆沙盤推演 趕在24小時內 飛往比佛利山莊的 半島酒店待命 這個是當天的採訪狀況 你知道因為他只有給我們 講是講20分鐘 所以我們每一分鐘都要 我們是分秒必爭的採訪 什麼叫分秒必爭 所以包括了 哈囉只能講0.1秒 走跪只能走5秒就要走完 這都要算得非常好 這篇報導在華人世界 是真正的獨家新聞 讓王文靜的職場生涯 再添一筆新紀錄 你看他的幕僚在他後面 就在看我們 有沒有按照腳本的眼珠 但是這位領航財經專業雜誌 打敗八卦週刊的CEO 大學聯考數學掛鈴 甚至當初進商周的第一份工作 被分配到最邊垂的單位 我大學沒考上 然後壓彈 所以能夠有一份工作 對我來講就很珍惜了 到沒有說 我從來沒有懷財不育 我也不認為我有條件懷財不育 沒有空傷唇悲秋 王文靜的積極專注 從穿著打扮 凸顯了行動力 我很少穿裙裝 因為我這樣亂跑 這樣比較快 然後我這個人坐又亂坐 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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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樣就坐沒坐像的 形容自己是不敢貪睡的長頸路 王文靜的行動力 從工作延伸到生活 每天清早 健身房報到 雖然只要運動就度秒如年 但王文靜從沒缺席過一堂 教練課 5 6 3 4 7 對... 5 6 7 這樣我覺得 我沒辦法坐在養位起座 我一個都坐 坐得這麼吃力 你看我以前是怎麼樣 起不來 而且還會抱頭 真的嗎 現在就用抱頭了 現在頭弄抱頭 對 如果人都一直選擇 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你的世界就會像 嬰兒當初生一樣 那麼小的世界 先不問喜不喜歡 你覺得這是有沒有意義嗎 有意義就試著去做了 做了之後就不要輕言放棄 因為人生最容易的事情 叫做放棄 不肯放棄生命裡每一個可能 就像王文靜打一份 原本沒人期待產出價值的 商周廣播小組 讓發行人金瑋唇 眼睛未知亮 他那個時候在廣播小組 他不只完成廣播小組的任務 好像那就平順 順場算是勝任 他會把廣播小組的內容 想到說去創造一個新的產品 然後自己透過創意 透過包裝 然後做出一個新的產品 而且那個整個的品質 整個超越我們當時 我們機構普遍的水準 千里馬終究會遇到伯樂 金瑋唇看見了王文靜的能力 一步一步的讓王文靜接班 而王文靜讓這本財經雜誌 變得人人都能夠容易親近 我覺得他專注是一個重要的特質 就是一個事情 一個角色 一個任務交給他的時候 他全力以赴 盡其所能 這個就是說 不只是把事情做完 不只是把事情做好 還有一種把事情做到極致的狀態 滿牆的雜誌封面 像是一張又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記錄著王文靜全心全意的投入 問他哪一本故事是最滿意的作品 讓人意外的 王文靜避開了名人加持 反而選擇了快樂 我最喜歡這本快樂國不單 它是我做總編輯任內 最喜歡的一期 那也是我們2000期的商業週刊 你看這原片梁丹峰 找來水彩大家梁丹峰 全是人間天堂 但是王文靜口中的最愛 還是可以挑出毛病 文章的品質 攝影的品質 美編的品質 整個品質我都覺得是我 做總編輯來最滿意的一期 最後印刷不如我的預期 所以這就是反映了我的個性 痛到我到現在都想 講到這個事情我都還滿痛的 這是喜馬拉雅三下的桃花園 這是圓景 然後我們就進入中景了 中景就可以看到人的面孔 他們是雷龍的子民 然後再進去一點 臉部的特寫 走到這裡 文字結束 一個大劇的結束之後 到這裡 哇 一個滿版 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就看一張很棒的一張照片 讓文字充滿畫面感 是王文靜短暫出走 到電視台 快速累積下來的功力 王文靜不只鼓勵同仁 勇於在職場上衝鋒獻證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 同樣要勇敢 熟夢踏實 來 第三個入圍者是 Smart的呂育青 呂育青是商周夢想計畫的得主之一 拿著王文靜給的10萬塊獎金 帶著0歲小孩 100歲的阿祖 一家老小出發 寬島去 我覺得執行長很鼓勵我們 每一個人都把他的夢想提出來 那不管是多小 我曾經也想過 這是只不過是一個老人家 我帶著老人家出入的夢想 憑什麼可以得到這個獎金 但執行長認為說 每個人夢想都是很偉大的 王文靜說 老天爺讓他在人生牌局棄手 拿了一副爛牌也可以打得精彩 考大學 數學零分 不足以定義人生 只有灰漢走過的每一步 才能真正貫注人生養分 開出夢想的花朵 我今天雜誌拿來才發現 是2001年的 就是在中國熱在199幾到2000的時候 它還是一個中國速度在加速的時候 所以大家報導了很多台商的故事 也就是說台商所有的故事 在我們看起來都還是豐收的 可是那期的商周讓我很意外 它開始報導在沿海的一些台流 就是最終沒有那麼成功的台商 但是它又已經回不來了 所以成為一種在大陸漂流的台流 就是你們怎麼樣的去觀照到一些 它的趨勢跟苗頭剛剛浮起來 但是你們認為它已經會形成一個 值得觀照的現象 然後成為你們特殊選取的故事 我們的工作方法跟其他的媒體 以戲談可能沒有什麼不一樣 最大的不一樣是 我們就是不會輕易的妥協 我們常常去丟掉了很多的東西 丟掉很多東西 對 我們其實大部分時間在對話說 這好看嗎 這精彩嗎 這不就上次做過 這不就老生常態 我們在做題目的討論的時候 更多的這個部分 是自我推翻的那個過程的討論 是很激烈 所以你看到的每一個故事的背後 或是每一個報導背後 可能我已經丟掉了99道菜 你不知道 那差別就在這個地方 有人只是拿了兩道菜丟了一道菜 或者是有人拿了一道菜就一道菜上 對於我們的整個作業流程是 我們是拿了100道菜 丟了99道菜 所以只留一道菜 所以差別就在丟幾道菜的過程 那我們永遠 有時候可能你只拿到三道菜 不夠 因為這三道菜都不行 繼續丟 就繼續丟 就繼續丟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做一個媒體很重要的 就是信任 我看到了很多次 我常常以前做總編輯的時候 我就會在書店站崗 我就會看人們怎麼去拿他的雜誌 跟書那個閱讀習慣是一個怎麼樣 我有幾次看到有的讀者 在機場看雜誌的時候 他連那一期是什麼 他都連看都不看 他連翻都沒翻 甚至連那一期封面是什麼 他都沒細看 就拿了 就去結帳 就結帳 我在觀察那個行為是 是過去做了多少對的事情 讓他產生那個信任 同樣的我理解到說 我只要有一次做的信任做錯了 他再不會回頭 而且他不會告訴我 我再沒有機會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一個狀態 他相信你會幫他把關把得很好 所以我怎麼樣去珍惜這麼多人對我們的信任 這是不只是我 我們所有的編輯團隊都是這樣在工作的 所以你不用別人來積合你 你知道有一個很無形的被信任 你要很很很很珍惜這個被信任 你的團隊怎麼處理你的壓力 因為你們的人生歷練不一樣 你們對於要在台灣作為這樣的一個媒體所留下來 我相信價值是一樣 但是那個價值取法乎上的那個上不一樣 所以你怎麼樣幫助你的團隊去理解說 你認為這樣做不夠跟不行 確實是有道理的 我不敢說每一個人都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 但我常常很很欣慰的是說 我跟台灣最棒的一群團隊在工作 他們對這東西的相信是一致的 我舉一個小例子好了 你知道我們公司禮拜 如果以週刊來講是 我們旗下有四個雜誌 其中週刊是禮拜三要上架 所以禮拜一跟禮拜二是最忙的 禮拜一禮拜二最忙是記者已經寫完稿 或正在快寫完稿 然後後製的團隊在做編輯 後製團隊包括了美編跟文編 那後製團隊要在這兩天的時間 把一集的雜誌做出來 它是不能有人擅自離開工作崗位的 大家都要在那個地方 那我做總編輯 即便我現在不做總編輯 十幾年來沒有任何一個人 敢在那天請假的 我後來回首一看的時候發現說 你看每個人家裡都會發生事情 當然的 就禮拜一 禮拜二 對 我後來我就很感動的說 是怎麼樣一個同仁 那在過程當中有兩次事件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通常如果我在做總編輯的時候 我是在家裡合稿的 我不是在辦公室合稿 所以他們是在辦公室 並不是我坐鎮辦公室他們不敢到 而是我們所有合稿的人都在自己家裡頭 但是他們的後製團隊要在編輯 要在編輯部裡頭工作的 那所以有些狀況我並不知道 是事後才知道 所以如果發生任何狀況 也只有他們能現場處理 我是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馬上處理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其中有一次是 那應該是台北發生最大的一次 那個淹水 好像是納利颱風吧 淹到說內棟大 就台北是半個盆地在淹水的狀態 所以內棟大樓就整個是沒有辦法工作 斷水斷電樓梯上不去 所以是在你們要命的星期一星期二 對 就是星期一星期二 那我們的後製的主管怎麼辦 因為所有同仁都已經來了 他們沒有說 我們從來沒有說今天颱風我請假 那個我住在臺北線 我臺北市請假不能來 放假嘛 颱風假 沒有人會這樣說的 所以納利的時候還是都來 台北已經淹成了 但是上不去辦公 不但上不去辦公 而且上 就所有的設備都沒有的狀況 你內棟應該都整個是停電的 停電 所以你已經沒有辦法 然後斷電系統 處理你的編輯系統 變電系統也出狀況 所以後來他們又去找了中油 什麼拉線 然後去啟動發電機什麼的 這樣還是沒有辦法 最後最緊急的狀況是 後來終於找到一個月刊 有一個月刊 濃濃 對 然後去那邊辦公 我是後來才知道 我不知道他們這樣在處理事情 因為反正我就負責把稿章一直過去 我沒有想到 這一群團隊他也沒有反我 他們就這樣在處理團隊 那一期我們又處理在 正在處理911事件 我記得那好像是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對讀者的承諾就是準時出書 不管任何的事情 你就準時出書 所有問題我們就是要扛起來 包括品質 如期如值 這是我們的信念 不相信的人 或者覺得太累的人 他不會繼續在這邊 可是他會贏得很大的掌聲是 當你告訴人家 你在商周工作的時候 我們這麼多獨者對你的信賴 你知道我們商業周刊 訂十年以上的訂戶 有五分之一 有超過兩萬個訂戶 你想想看我們在早期 現在沒有創刊號 我們早期做的是非常粗躁 當年那麼粗躁的技術 他都給我們機會 我們現在有能力 你怎麼可以有一絲的懈怠 那是一個信任 所以我非常感恩他們 你的總編輯時代裡面 你覺得你改變了一般人 對財經周刊的看法 最大的部分在哪 我想也跟我的成長背景 是有關的 因為我們花那麼多的時間 其實我這一輩子的新聞採訪工作 都在研究成功是怎麼一回事 看了太多的成功跟失敗的人 人怎麼成功 人怎麼失敗 或者他能成功一十片刻 或者他能夠成功十年二十年 這就是我不斷在做的工作 這麼多年來 那我同時也在做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我不是財經底子出來的 我不是經濟系底子 所以什麼M1 M2那些東西 我是不會的 所以你必須講到我聽懂 如果我都聽不懂 我寫我聽不懂的東西 我的讀者怎麼會聽得懂 所以基本上我們新聞學 在以前新聞採訪老師給我的那句話 對我這一輩子新聞工作影響蠻大 他說寧願做一分鐘白吃 你不要做一輩子白吃 所以我對任何不懂的事情 我都不會怕問出來會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那個M1跟M2 那個貨幣供給這是什麼意思 你可不可以多講一點 我如果不懂我就問了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是做傳播工作的 我們要把傳播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有價值的資訊跟知識 讓更多人能夠理解 那是一個我們的Mission 所以對我來講 我不是要做比較簡單的 我喜歡做那個比較有重量的東西 把它做得大家都看得懂 那個對我來講是太棒一件事 也是我選擇做傳播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你自己的成長背景 對於你後來在總編輯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讓你們讓我們看到 你們所關心的這個社會的範圍有那麼廣 它跟你的成長背景之間的關聯是什麼 因為我不是純粹的財經底子出來的人 所以我是新聞底子出來的人 所以我對題目的想像力 比財經底子的人的想像力更豐富 那我知道 因為我在商業之間非常久 我跟企業家的相處也夠久 我們怎麼樣不是只是活在贏者圈 要贏者圈的人 怎麼去看到贏者圈外的世界 那怎麼樣可以贏者圈的贏者圈外 大家可以共榮 這是我在那五年當中 很關注的題目 所以從雜誌 紀錄片都在關注這一系列的問題 所以你講到的一個核心就是 作為一個財經雜誌 它不斷的 而且你會發現它花很多心思去挖掘 贏者圈外的故事 而這些故事未必不能夠讓我們去理解 人生贏的方法跟道理 這是很反轉的一種想法 就像我覺得因為我愛玩 我也好奇 我也探險 所以很多東西我就會處理的 比較一般人可能沒有想到的那個方式去做 所以像譬如說 我記得我做過有一個題目也還蠻有意思的是 有一次跟我在劍橋的時候 碰到一個中研院的學者 然後我們在他鄉相遇 吃了一頓飯之後 他就給了我一個題目的靈感 我說Bingo 好 我來試試看做 他說 你知不知道林肯跟達爾文是同一天生日啊 真的嗎 兩百年前 在大西洋的東岸跟西岸 同時誕生了一個這麼偉大的人 然後我說 那我可不可以 雖然他們都不是企業家 可是這兩個人對於人類的影響非常大 那我就想說 我怎麼樣用知識的角度去處理這兩個人物 剛好他們試試兩百週年 還是生日兩百週年 那個時間快到了 我就下手做了 類似這樣的東西如果是純粹財經底之人 或者是他生活的想像力 生活的經驗不夠豐富的時候 他選財就會蠻有局限性的 那後來我們訪希拉的時候 他講那句話 他講得很好 他說 人生就是靜日為了 Do your best And leave our adjustment as a background music 就是你人生你就靜日為了 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太放在心上了 不管是他人的閒言閒語 或是你自己的怎麼樣 因為你現在那個情緒當中也於事無補了